再来的话 那个路径spy的路径 我好像懒人包 懒人包固定在D 所以你可能要解压数的时候 你要解到低叠底下的这个 也就是说 低叠底下的这个什么呢 Python 384 而且记得你不要解压数 因为解压数有可能 那个目录里面又一个目录 不行 你只能一层目录 因为之前有同学是 两层目录 就是Python 384 里面又一个Python 384 那就不行 所以记得 这个可能就是小地方 第二个就是说 解到低叠就不用改 但是你想说老师 那如果我一定要放在C 或可能画E的话呢 那你只要改个地方 改的方法 我大概简单说一下 第一 这个可能就是要再按右键的 按右键之后的话 一般会用一个软体 叫做ModelPay++ ModelPay++的话 如果你电脑里面没有 你就去Google找一下 那是免费的一个软体 而且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你写程式的话 基本上都会装这个ModelPay++ 你装完这个软体是免费的 装完之后你按右键 它就会出现ModelPay++的选项 那我只要怎么样 把ModelPay++点开来 那你只要改一下路径就可以了 路径的话 第一个把它打开来 第二个的话呢 请你把这个打开 有很多浪码 你不要管它 你只要怎么样呢 把它拉到最底下 这个卷轴拉到最底下 那你就可以看到呢 拉到最底下之后 你就会看到呢 这边就有个路径可以修改了 我们看到 C冒号 没有 那你很简单 假设你要放在D 那你就把C改成D 改完之后呢 存档 打开就OK了 你讲说老师 放在1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你改成1就好了 OK 这个地方可能就是 会比较需要特别注意的 其他好像都还OK 那这个懒人包 我是觉得就是对于开发上面 会比较 可以解决 每次都要安装那个环境的这个问题 因为 其实我觉得最终还是要开始 赶快写程式比较重要 而且 你只要换一台电脑 你要再安装一个东西 而且安装一堆东西 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太有效率 所以不如用懒人包 那我自己是还蛮习惯的 懒人包的方式 其实不管开发 拍摄也好 以前开发Java也是用懒人包 Enchewy或者是什么 都把它弄一个懒人包 懒人包好处就是说 我只要到一个电脑 我不用再重新再设定 直接打开就可以开始做事情了 不然的话以前假如没有懒人包的话 变成说花很多时间就是在设定那一些环境的问题 那真的是很麻烦 OK 重点应该是 摆在那个开始写程式这件事情 OK 所以这个情况 最后 假设你改成D 比如说C冒号 你把它改成D冒号就可以 OK 然后就把它Save 再打开 这样子就OK了 因为这边我们是C 所以我就不改了 OK 不过可能会有一个问题 如果你拉卷轴拉到底 就你想说老师为什么我看到东西跟你不一样 那有可能一个状况 就是你在检式里面 这边会有一个叫自动换行 你可能没有打钩 这个小器官 为什么没有自动换行 因为它会一直折线 折到最右边 会变成拉很长 所以如果假设 你那个自动换行 检式自动换行没打开 你把它拉到底 你想说老师为什么画面跟你不一样 你这边就找不到 因为它这边会折航 折航到最右边 所以你还要拉到最右边去找 OK反正麻烦了 所以你就检式自动换行 然后把它拉到底 这边就有了 这样会比较有找一点点 OK 这个小诀窍 反正注意一下 那这个环境应该理论上就OK了 好 来能够就搞定了 好 因为其实那个Python的话 它是自由软体 那自由软体 它不像说像 那个Excel 它是付费的 所以它会帮你设定到好 那 自由软体一般有些人把它叫做免费软体 不过它其实也不能叫免费软体 因为它其实是商业用途 还是要付费的 OK 所以它有的时候 它没有收你半毛钱 所以有些地方变成要自己自助 很多地方还是要自己找到解决的办法 所以这个是我自己想出来办法 另外的话它还有很多的模组是免费的 但是免费有个缺点 就是说可能会有Bug 所以有时候有Bug 你还要自己想办法去解决那个Bug OK 所以倒也不是说 这个什么事都帮你解决了 OK好 所以但是如果遇到问题 我会跟各位讲怎么去做 这个就不存档了 因为如果 假设你换在你们的笔电的话 那就需要注意一下 那 首先的话我大概说一下 我们这个课程 因为你们应该有拿到这个讲义 那基本上这个我们这个三十个小时课程 重点会摆在就是所谓的那个网页的资料 截取 截取的话 其实一般用比较常听到就爬取 抓爬虫 有没有 爬虫其实就是所谓的截取 那另外的话还有所谓的分析 分析部分的话 我们会用到有一个套件叫Pandas Pandas就是熊猫 它这个熊猫的套件蛮厉害的 也就是类似 如果你们用Excel的话 Excel里面那个枢纽分析表 跟那个枢纽分析图 其实Pandas他做的事情 基本上就跟那个枢纽分析表很像 那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就是Excel是用滑鼠 视觉化工具 就是拉过来拉过去 东西就出现了 但是Pandas呢 没有 那你说怎么做 写程式 也就是说一样的动作 那Pandas的操作 就是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动作 都是要透过程式 去做操作的 所以 这个难度一定会是比较高的 为什么 因为你用滑鼠来做 一定是比较简单的 那你想说老师 那我以后就用枢纽分析表就好了 OK 可是问题来了 你枢纽分析 滑鼠键盘做过一遍 你明天还要再做一遍 后天还要再做 如果那个动作 假设你要做很多统计分析的话 你要一直做 一直做 一直做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有些每天都很忙碌 有没有滑鼠键盘一直在那边敲 他今天做一次 明天又做一次 那当然非常没效率 可是如果程式里面 资金一个回忆圈 通通一项全部完 产生 就事情全部做完 那今天 程式写完之后呢 那等于就一劳永历了 OK 那当然我们的目标是希望说 很多事情 程式写完之后这件事情 就不需要 你在那边做重复的动作了 那自然效率呢 就大幅度的提升了 所以现在很多企业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请来的行政人员 每个都会写程式的话 那他就不会每天在那边做重复的事情 这样第一个 我们工作效率提高了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是人事成本也降低了 因为他只要做完之后 他可以做别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这个当 你们可以思考一下 所以这种 程式的 思考思维模式 如果你可以 引入到企业的话 那当然效率 自然就大大提升了 那因为这个课程前面其实 会有一个 一个入门课程 理论上是应该最好是上过那课程 再来上这个课程会比较恰当 如果我刚刚看一下 好像有几个同学是完全 你好像有上过但是还是不太熟 所以如果假设你前面的路还不太熟的话 可以再看一下我云南白板上面 其实也有一些讲义 前面的东西 其实你们如果可以先听听看 如果现在跟他来上过 或者觉得很痛苦的话 那当然就再想别的办法 不过我是觉得 有些时候做事情 等到你准备好之后再来做 有时候太慢了 就像说你要去旅行的时候 你不可能说做完所有功课 都再出发 有没有 如果做完所有功课再出发 你应该不会出门了 对不对 很多时候是说走就走 你才有办法去做到那件事情 不然你这辈子应该就不会去了 有没有 就像那个最近那个书花改 通车了 通很久了 但是摩托车不能上去嘛 可是最近是可以上 八月一二可以上 那个重机是可以上的 我在想说因为我们买一台 黄牌车一直摆在家里都没有动 然后突然想想 因为看那个YouTube影片 会有那种病毒效应 感觉好像会被 看他年轻的话 他会热情 然后就想说 那我会不要骑看看 于是隔天一早 没有 前一天晚上都睡不好 然后一早就起床了 我老婆说 你怎么这么早起 我想骑车去花莲 那你小心 OK 说走就走 真的就 真的骑到那边 当天就往返了 虽然感觉好像疯子一样 虽然感觉好像疯子一样 应该是找答案的能力相对是比较重要的 那我们前面主要教的就是一些基本的 那后面的部分的话 当然我们重点会摆在就是抓网路上面的资料 那因为避免说同学会比较跟不上 所以尽可能会 前面部分也许会稍微讲慢一点 然后有一些讲的是打比较清楚一点的东西 然后接着再来看 比如说第一个 我们要抓网路资料 那待会的话请各位 先帮我 找一下那个云端上面的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云端的这个资料 里面的话有一个云端白板 那云端白板里面的话呢 待会请各位就是帮我找一下 我是建议你可以把那个Google的画面变成清单式的 清单式的话 这边的话可以找到 我是按照顺序 12345 6的话比较多 6其实就是跟这个爬虫比较有关系的 那请各位帮我先找到那个0604这个单元 0604 那这个单元其实就是抓网页资料 OK 那其实前一期 最后我们是抓哪一个 把它打开 那你可以看到了 基本上的话 待会我会教各位就是说 打开之后的话 首先的话有一些套件一定需要 那待会细节部分我会说明 如果没有的话该怎么去抓取 那其中的话呢 你们可以看到底下有一些简单的范例 比如说我今天假设说我要抓某个网页上面的某些资料的话 那我该怎么做 那前一期的课程里面 最后其实是有先带一个范例 这个范例的话是在 你们之后也再会注意一下 我会讲一下就是 右边有一个页数 页数的话大概是在第五页的地方 因为这个讲益页数非常多 所以我会讲在第几页 那你们可以拉到第五页的地方 这边有一个范例一 那比如说呢 我想要抓取这个某一个证照考试的官方网站上面 它上面的话有这么多 这个证照非常多 那其中的话你会发现 它每一个格子里面 其实都有三个内容 第一个的话是它的证照类别 第二个的话是证照的中文名称 第三个是英文名称 有没有 那第二个 它的类别 建筑设计领域 然后它的中文名称英文名称 那假设 如果说我今天需求是这样 我希望把这些名称呢 通通都给我抓取下来 并且存在以销售的话 那怎么做 以前的话如果用人工来做的话 你可能想到就是什么 先把它选取 然后Ctrl C Ctrl V 那它资料呢 又不是排成像Excel里面的蓝 那你变成你贴到Excel里面之后 然后还要再调整 可能要转次干嘛的 那这里假设 证照的张数有几百张的话 天啊 你要怎么做 而且呢 如果今天做完之后 上面资料还会更新 那你怎么办 再一次嘛 Ctrl C Ctrl V 那这个还算是单纯的啊 如果像有一些金融类的资料 哇 每天更新 而且更新可能有的是分 有的是小时啦 有的是天嘛 那你每次都会再再一次 这很大烂费时间了 那有什么方式可以快速的抓取 所以待会我们的需求很简单 我希望呢 能够把这个网页里面的这个资料 帮我抓取下来 并且把它存到Excel 而且总共有三个 三个资料 一个是什么 它的证照类型 然后中文名称英文名称 所以有三个栏位 那我希望存成Excel的话就三栏 第一栏 第二栏第三栏 OK 那怎么做 我在想老板说 你帮我抓 多久 下班前给 下班前 这不是应该很快吗 对不对 OK 那当然老板会觉得说 你怎么效率这么低落 OK 而且哦 你又再来一次 很浪费时间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上一期课 最后我们讲到的 OK 所以你们可以想想看 怎么去完成这件事情 那其实哦 这里面呢 你们可能要注意一点 就是说网页 其实它表面上看到的 跟实际上背后的 背后其实是一个 网页的诚式的一个语言哦 所以哦 如果你假设要知道 背后的诚言是什么 你看暗影滑鼠右键 这边的话有一个叫什么 简式网页原始码 那你可以看到哦 实际上呢 一个网页的构成哦 背后呢 有这么多的程式码 有没有 包含什么呢 其实主要是HTML啦 还包含什么 像这边有JavaScript吧 就程式码 甚至还有CSS 一堆东西 哇 所以你光看到这头都晕了 那有没有什么简单一点的方法 可以呢帮我们把需要的东西留下来 把不需要的东西剔除掉 当然我不是叫你一定要从头到尾 自己要慢慢找了 太累了 所以待会会教各位一些小诀窍 反正你只要照那个固定的SOP 你就可以很快的把网页上你想抓的资料 快速抓下来 并且存成Excel OK 其实程式码在哪里 其实这个已经写好了 程式码在这里啦 这边应该就有了 在这里 然后存成CSV在这里 那如果存成什么 其实好像存成 还可以存存成Excel 存成Excel 需要再用到一个Pandas 那只是说这个难度会稍微高一些些 那待会的话我们再跟各位讲一下 在那个细部的东西 所以请各位稍微了解一下就是 云端白板上面的0604 网页资料截取这个单元 OK 那其他的话呢 当然我们还会讲一些 像除了抓HTML之外 其实网路上有蛮多像CSV Jason 或者XML相关的资料 那如果抓取 这个都是我们上课的重点 另外的话 其实我是希望说 这个课程 除了你学会之外 最好如果你可以再拿一个 证照的话 那当然会更好 那刚好呢 有一个认证中心 他出的题目 其实还不错 刚好跟我们上课的这个内容相仿 然后他有一些设计一些题目 我觉得还不错 而且还蛮实用的 所以呢 我也会把那个题目 介绍给各位 当然你也不一定把它当成是症状 如果你要考 你可以去考 但如果你不想考 没关系 你可以把它拿来当 这个上课用的范例 就OK了 好 所以待会会说明 那其他的话呢 再来就是 我的一些相关介绍 那 关于我的话 这里的话呢 当然你如果Google胡老师教学 但好像第一个page就有 大概四五个都我的相关连结 因为我在这个领域 其实 甚至也 你说经营也没有特别经营 因为早期是因为 我自己喜欢写一些文章 部落的文章 因为这样的关系 就美西的一些 算是观看者吧 然后我自己也放一些影片上去 目前我的频道 订阅人数大概是在三万八千人左右 OK 然后 之前也曾经担任过那个 这个执行长工作 那也拿了一些奖项 那目前的话 慢慢就是 主要是走这个教学 OK 所以目前的话呢 在一些学校单位 主要是讲有关城市设计的相关课程 OK 那 最近的话呢 教育部刚好在大力推那个城市设计 也就108年课纲 一定要必修城市设计 而且现在大学也大力在推 就是说希望 希望所有非资讯相关科系的学生 在毕业之前一定要学过城市设计 OK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来 找我去 短讲 所以去年也一次 今年也一次 OK 那对象的话主要是大专院教老师 因为现在大学 大专院教老师也面临到一个挑战 也就是说本来 所以不需要教城市的老师 慢慢被逼着也要去教学生写城市 而且现在最大的问题应该是老师 因为老师如果自己都不会写怎么教学生 所以这种变革其实还蛮大的 那志强有颁过的奖项给我 就是教学卓越 然后文化大学颁给我 趋势先锋 OK 另外的话呢 有关证照的部分 其实我刚刚跟各位介绍那个 Python的爬虫那一张证照 其实我也去考过 在2019年1月 OK 我自己是有去考过 我是觉得还蛮好玩的 如果你有拿这个证照的话 至少你会比较有信心 而且将来呢 至少你在你的履历里面 我有个网络嘛 而且上面有人帮你盖章嘛 我觉得也不是说 这个 OK 至于有没有效 有没有用 这我就另一张别用 至少你会觉得 有一张东西还不错吧 OK 好 就长这样了 上面有你的名字 其他的话呢 就是Python相关的一些特色 其实我觉得 那再来的话 我们就开始来讲 我们刚提到的就是 爬虫部分 所以待会请各位 先确定一下 你的环境OK的 所以先确定一下 然后 待会的话呢 也帮我看一下 那个0604 这个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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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